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麼緊接著帶您來看到 是現在台海的局勢 其實相當的緊張 首先在這個中國海警場 是進入到了釣魚台領海 這個是六月二十四號發生的 它基本上就在這一塊 不停的這樣子移動 來來回回了 將近有六十四個小時之久 那這個六十四小時 也是創了最久的記錄 是創二零一二年九月以來 最長最久的記錄 在這個地方 而另外除了這一台之外 其實日本也有在爆中艦 通過了宜蘭外海 所謂的中艦 就是中國飛彈的驅逐艦西安號 從這個地方往上移動 在清晨的時候 是通過了宜蘭 而且不只是在海的部分 我們看到在空軍的部分 經這兩天 其實這幾天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不平靜的 美軍機P-8A 是飛越了台海 展現對自由開放印太的承諾 我們細看到了這一張圖 這個飛機就是美軍P-8A反潛機 那基本上它在這個時候 是從下面往上來移動 派出是以南向北的方式來進行飛行 而且特別注意到它是刻意打開了航空的識別器 在這個海峽中線上面 上空來這樣子 往上這樣子飛行 這個味道就有點像說 我故意飛給你看的 我打開了識別器 你來偵測到我沒關係 我就是故意飛給你看的 而且還故意就是飛在這個中線上面 這樣子飛行 那當然共機也不是沈用燈 馬上出動了相關的一些飛機 跟他在上空警示 請立即離開 否則將予以攔截 這個時候美軍也很嗆 馬上回嗆 我們是依據國際法飛行航線 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是這樣子飛在這裡的 你不能干擾我們 當然這一系列活動 就是讓兩邊的局勢非常的緊張 在美軍印太司令部這邊有特別強調 其實這一切的行為就是要展現美國對於自由開放 印太地區的相關承諾 而看到其實面對這個大陸的禁逼 其實也顯示了美國在近期的角力當中 其實也保持了一個蠻大的警訊的 尤其我們看到在過幾天6月29號 環太平洋的軍演就要馬上展開了 有非常多國是派出了不同的軍力 來大展示自己的一些肌肉 總共是有38艘的水面艦艇 還有4艘的潛艇 另外是有高達170多架的飛機 還有總共是有25000多名的官兵 都來出席6月29號的這場環太平洋的軍演 但是我剛才提到 其實是有很多的國家來參加這軍演 但是很多國家是沒有包含台灣的 看到了2022年環太平洋軍演即將登場 日媒就有特別報導 美國是為了避免跟中國過度的對立 所以才沒有邀請到台灣的 我們看到東海大學副教授也特別點出 從主張台海主權到福建號的下水 北京無疑是在替往後海上的這個作戰需求 來進行相關的鋪陳 而且這個鋪陳是在軟硬體的方面 已經具備了封鎖台海的能力 也就是說他們相關的軍力其實已經非常完備了 那麼看到了拜登故意在台海這邊點火 美軍鷹派也發出了非常罕見的警告說 在台海拳頭是不如中國大陸還要大的 在這地方我們特別注意到 其實福斯新聞也有曝露 美軍在台海地區作戰短處就是腿短 所以腿短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們看到距離 在美國如果要飛過來 跟大陸離我們的距離 基本上這個腿相對來說就是短了很多 他們必須要有一定的中繼戰來進行 不管是加油還是一些軍力的補給 亞太美軍是並沒有足夠的加油機 來支撐大規模的空戰了 接下來我們剛剛看到 剛剛有特別提到這個福建號的部分 福建艦它的服役到底會對美國造成什麼樣的威脅 其實前幾天一直在講這個航空母艦 他威力到底強它到什麼樣的地步 有美國海軍上將他就特別提到了 如果陷入衝突的話 不得不同時修理多艘受損的艦船 但是美國並沒有足夠的船屋 還有造船廠來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船不小心受到了什麼損傷 或者是需要維修的時候 你難道要再開回美國 或者是說開回往後開來進行相關的維修 或者是整理嗎 其實這個基本上難度是很高的 而且現在美國的整個整體的造船工業 是非常嚴重的萎縮 這個軍艦到底要由誰來造 而且連修要去哪裡修 基本上也都不得而知 美國政府的問責署是公佈了一個最新資料 更具體的來告訴大家 現在海軍艦艇按時完成的維護率只有46% 總計延遲最高是達到了2525天 可以看到這個數字 延後的數字其實相當的驚人 而且不僅如此看到美國國防部的部分也點出了 其實美國造船業在兩千年之後就大量流失 大約是有兩萬名的技術純熟的工人 而且這個缺口還在持續的增加 尤其有現在缺工缺料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一直不停的在擴大 但是反觀到大陸的部分 中國造船業在這幾年是迅速的崛起 好 以上是美國部分 那我們剛剛看到中國大陸部分 中國傳播工業協會就特別提到了 中國去年有10種主要船型 而且新街訂單量是位居世界第一 那兩邊比一比我們看到 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當中就有特別點出來 大陸大型遠洋傳播年造船的數量達到了一千多艘 但是反觀美國是只有十艘 這個百分之有這個數量可以看到相當相的懸殊 但我們看到前面我們一直在關心 這個福建艦 航空母艦的部分 但是也要特別注意到了 不只是航空母艦 在航空母艦的附近 還有一個更大艘的船 最近也是新登場了 大量關注003航母 但是呼籲了超大型的貨輪 這個貨輪我們看到總長是399.99公尺 是世界最大的 是比世界最大的航母還要再大還要再長的 而且可以一次裝載這麼多個標準的貨櫃 那當然就有研究員特別指出了 美國應該要喚醒商業海上的力量 與海軍相輔相成 因為僅有兩者之一 其實是不夠的 那整體來看我們想請教一下永明 你怎麼看就是說 現在整個不管是臺海 還是說在美中角度上面 整個軍事的佈局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心想台灣海峽 最近炒得很熱 很簡單 各位我們從領海基線 也就是一個國家的內海 往外算整個海洋 大概有六種制度 領海專屬經濟區公海 大概就是這樣子 領海專屬經濟區公海 那在這裡面 領海往外再延伸 十二海裡的叫林街區 然後再從這個領海 從就是領海基線 往這個底土的部分 這個叫大陸架或大陸礁城 那它有一部分跟專屬經濟重疊 一部分可以往外延 再往公海下面那個是公海海床 那是人類共同遺產 所以不管後面這三種 我們就講前面就是領海 專屬經濟區公海 所以專屬經濟區不是公海 這很清楚 因為公海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做捕魚 你可以做科學研究 你可以做人工島 但是任何國家都可以 但是你在專屬經濟區裡面 你不可以做這個事情 你只可以做穿越 航行 飛越 航行跟架設海底電纜 台灣海峽的這個地位 就是美國講的國際海域 或者是國際海峽 那是它的 其實有一點它的軍事用語 因為美國不參加 聯合國這個海洋公約 而且美國認為 領海國的這個 往外擴張的權力越小越好 所以他就用這樣子的一個二分 你是領海 領海以外就叫做國際海洋 那是美國的軍事的這個講法 海洋法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用語 那因此在台灣海峽有兩種東西 一個是聯合國憲章 海洋法公約的第58條 那就是專屬經濟區 我們中華民國 往這邊算的專屬經濟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 往這邊算的專屬經濟區 那當然其他國家的這個船隻 這個就是說海軍艦都可以 都可以過 那事實上每天也都是非常多 只不過是現在美國 因為這個兩岸的中美 在兩岸的這樣子的一個衝突 所以它越來越比較明顯的 甚至有一些公開的就是說 等於是在軍事保台 然後不管是飛機還是說船艦 什麼經過 中國大陸有點太反制 因為從中國大陸的角度 我講從北京的角度 他去解釋海洋法第38條 因為他認為台灣也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所以這個台灣海峽 你其實如果海峽的 這個台灣的另外一邊 也是可以航行的話 他就可以把這個地方視為 就是說禁止別的國家 這個穿越的 不過這都有爭議的 因為台灣海峽 不算真的國際海峽 所以這個都有爭議的 但是他如果真的要執行 這個時候就不是法律問題了 這個時候純粹是戰略跟就是說 這個軍事戰略跟這個政治意志 以及認知宣傳 美國現在開始很清楚 美國不會接受這一套 那中國大陸會不會把這個 整個情勢提升 這個會變成一個 就是在這個區域 尤其在台海 台海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這個是說 碰撞的 另外我們解釋就是說 003 我覺得其實大家同時 要把整個東西放在一起 就是如果從一個反介入 區域拒止的這個角度 也就是如果台海還是東海發生衝突 中國大陸如何在第一時間 能夠去拒絕第三國的軍事的進入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反介入 你不要忘記 它的東風21 它的東風17 它的英級21 這三種這種陸基的 以及也可以就是說 空設的或者是建設的 特別是英級21的反艦飛彈 它們都是超高因素 它其實增加了整個 不管是遼寧 山東還是福建號 福建號要真的成軍 大概是兩年到四年以後了 但是在這段期間 它整個區域拒止的能力 其實美國在第一島鏈 都在重新的做規劃 甚至在加強第二島鏈 從關島到天陵島的這些軍事的部署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說 在整個中美在特別第一島鏈 跟西太平洋的軍事平衡跟對抗 其實是會越來越激烈的 沒錯 越來越激烈 那有華哥 我想要問一下 現在這個美軍P-8A反潛機 它刻意是打開了這個航空的識別器 然後在那邊 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 偵測到我沒有關係 特別在這個海峽中線上面 沿著這個線這樣一路的往上飛行 這個是挑釁比較多 還是宣示意味比較多 第一個是宣示意味 各位去看好溫伯格的回憶錄 美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的回憶錄 他是說美國要成為一個海上強權 必須要控制16個海峽 那偏偏台灣海峽就包含戰略 所以這個是美國的戰略 那美國的戰略清不清楚 其實是非常的清楚 我還記得前國防部長 蔣仲林有一次吃飯 台海危機的時候 我跟他講 那我問他一件事情 我說美國對於台灣的反應究竟那是什麼 蔣仲林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的領海是12海里 我們的連接區是24海里 然後到台海中線 他說整個台灣 就台灣的立場看 他有三個 12海里是領海 24海里是連接區 然後台海中線 他只要穿台灣海峽的台海中線以後 在24海里的地方 我們的空軍必須要有反應 這個是蔣仲林在1996年的講法 但是我們再往前面推 我們空軍作戰整則是什麼 就是說當中國的軍機 台海中線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他航向 航速 高度不變 我們在接近澎湖群島的時候 台灣必須要發空襲警報 然後這個空襲警報一發以後 空軍就必須要出動 所謂的出動就是發生空戰 那最後一次的空戰 1996幾年的時候 那一次以後就沒有了 那現在中國大陸 他對於台灣的一個看法 各位 那我看的不是說他的 他說台灣海峽究竟是不是國際水域 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 各位仔細去看 在修台灣關係法的時候 是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夫 不 副國務卿克里斯多夫 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說台灣就是國際水域 我美軍可以自由航行 那個時候克里斯多夫 他在國會作陣 他就講了這些話 各位大概很多人 現在通通不看歷史了 美國他為什麼他派P8 現在他把P8的編號 還有航機通通都弄得出來 一方面是警告中國 另外一方面就是告訴中國 這個是國際水域 為什麼 各位曉不曉得在1996年 台海危機過了 還有1999年的兩國論 李登輝七球八球九球 就是說請你派那個飛機 穿越台海 然後請你給我敵我四邊 美國從來不給 那這一次就是說 當中國大陸已經講得 這麼清楚的時候 說這個是內海 是我的水域 那他為什麼他要開 就是告訴你 你有本事你就來嗎 那換句話說 他是把台海的上空 當做一個禁忌的場所 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是如何面對 我們台灣不要見烈欣喜 當台海上空成為戰場 他是打不到美國 他區域機制反機制 他也打不到美國 但是他可以打到台灣 這也就是說我們台灣自己 他設定的一些戰略 要不要隨美國起舞 這個是台灣 要考量的地方 沒錯 好 那那個韋翰哥 想再請教我 想要就是一樣 這個A 美軍P8A的部分 而且他們還在空中 這樣互相的叫囂 我先跟大家說 這個有關於環太平洋 軍演這個事情 其實過去在我們台灣 當然會先 軍事記者會先採訪 漢光演習 可是你採訪到一個深度 就覺得每年看都是這樣 就會開始申請環太平洋 在夏威夷海域的這個 環太平洋演習 那到外面去拍 拍一些畫面回來 那我們新聞台 像過去政權 他就去拍過 就是希望能夠拍一點 美國的環太平洋演習 這麼多的國家在海上 觀眾朋友 因為為什麼我們今天 會成為一個話題就是說 這跟台灣有什麼關 因為我們是最接近 環太平洋演習的一次 因為去年的年底12月的時候 美國的國會通過國防授權法 是明確建議美國政府 今年要咬我們的 過去都沒有 當然我們過去都沒有 因為我們怎麼可能 對不對 但是美國的國會去年的12月 做了一個重大的建議 就是建議五角大象 你今年2020 他是兩年一次 觀眾朋友 中國大陸在1998年當觀察員 2014 2016 他有參與 中國大陸是有參與這個環太平洋演習 但是到了2016年之後的2018那一次 因為後來川普也上來了 然後美中之間的這個角力 所以2018 2020都沒有參加 到2018那年有25國 那兩年前2020的時候 因為COVID-19的關係 縮到10國 那今年這一次是美國的總統拜登 因為任期的關係 他上任之後第一次的演習 拜登現在不是都跟台灣很好嗎 美國國會都說了 要邀請台灣參加了 結果呢 結果還是沒有 那理由是什麼 會刺激到中國大陸 那你看那個印太經濟架構 會刺激到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永遠就是在那邊 我們是不是需要 其實我跟大家講 我們國防部的發言人 也曾經在我們被拒絕之前有提出過 我們希望能參加 而且不是實質參與戰鬥演練 是這種所謂如果說出現了 什麼狀況的時候的 醫療後送的外援的那個部分而已 但還是沒有辦法參加 並沒有實際的參加 就是參加的項目不一樣 我們參加項目 並不是攻擊性的就對了 但是就防禦性跟後續 如果說有受損或者是受傷的 我們要怎麼樣處置 參與 那今年呢 因為疫情慢慢舒緩了 所以今年的參與國會26國 但是還是沒有 我特別再想要一次 不是我們自己想而已 美國國會在去年12月 國防授權法已經明確建議 今年應該要台灣 結果還是沒有台灣 好 沒錯 那我們剛剛特別講到 這個大陸軍事的部分 現在是連加拿大也在跑 我們廣告回來馬上帶您一起掌握